另外眼下正是杨梅 桃子等水果丰收的时节 浙江 河南等地督促并举发展特色邻国产业 助力百姓增收支付 每年的杨梅成熟季往往与梅雨季节相伴而来 一旦降水过多 靠天吃饭的杨梅种植户们收入将大受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浙江里水引进智能大棚种植技术 将普通露天杨梅改为生态大棚杨梅 今年当地大棚种植的杨梅落果率降低25% 精品果率提高45%以上 眼下也是桃子上市的时候 在河南新野新店铺镇金湾村的万亩桃园 低矮粗壮的桃树上 红通通的果实压满枝头 据了解 今年来金湾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并为村内的邻国产品注册了商标 种植规模迅速发展扩大至万余亩 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看到了小伙子的权子之内 小伙子的权子